台灣有其他地方有在賣陣子 我好像沒有 我在台灣沒有 對啊 太神奇了吧 鏡頭前主持美食節目 吃遍全台灣 不過藝人納豆上個月24號 出血性腦中風 緊急住院開刀 所有節目錄影都暫時停敗 沒有人冬天來北海暗暖 很冷 不是 這個就是一個熱門的玩玩 24號住進醫院 至今已經過了14天 一度傳出納豆還沒醒過來 期间做了两次引流手术 目前纳豆已经把管 不需要呼吸器 恢复自主呼吸 而7号上午 经纪人也发讯息回应 除了谢谢大家关心 也澄清纳豆手术第一天 就已经恢复疫识了 并没有昏迷不醒 过年期间 感谢院方照顾 状况每天都有更好 医生有嘱咐要多休养 所以无法对外联系 而这一次动的手术 是脑式腹腔引流 外部引流管容易造成感染 目前手术已经结束 进入恢复室休息 家人对他恢复的状况 也很乐观 要大家多给纳豆一些 休养空间 先前就有媒体评估 纳豆预估过完年后 可以转入普通病房 不过现在还需要家人 跟医师评估 再做进一步决定 而目前纳豆二月份工作 都已经向各制作单位请假了 工作改由其他人代班 就是希望能让他好好休养 TVBS新闻装全神奖乐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我会订队 我会订阅并开启小铃铛